大家好 这里是刘文姐说 在今天视频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一会儿我们再来进行深度分析下 这款名叫Astriboard的机器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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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款新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它的研究团队背景包括 前腾讯一号员工 谷歌 优必选和华为等前沿科技公司 不可否认的是 在我见过所有的国内机器人里 它应该算是操作性能最强一个了 它通过模仿学习 可以做到媲美成年人的敏捷 灵活和湿滑度 并且可以执行多项对人有用的复杂任务 在揭入大模型测试以后 它的性能明显提高了很多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款机器人的参数 我们先通过浏览器 赶紧翻译一下吧 给它翻译成中文的 上面是Astriboard SE机器人 然后下面是对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 两者进行对比 目前它最高的时速是每秒10米左右 一个正常男性的话是7米左右 最高加速度的话是100米 第三个的话是它的单币额定负载 40公斤左右 一个正常男性的话只有5公斤左右 它的单币重量是10公斤左右 单币只有67 跟我们正常男性是差不多的 重复精度误差是0.03毫米 这个精度的话它已经高于正常人了 正常人的误差是1毫米左右 从官方发布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 这款机器人它能做的事情很多啊 像DX考验敏捷和协调性的禁忌迭配 它都可以按指令进去完成 整个过程只用了3秒不到啊 旁边的电脑上始终显示 这个视频它是原速度的 并没有进行加速 在视频左下方它在这里也提示了 没有使用作弊的遥控操作 然后接下来这个动作就更难了 三层红酒杯下的桌布 它一边就抽掉了 这是大部分人都无法完成的动作 除非你是经过大量训练的作业人士 才可以办到 不仅如此 它的视觉辨别能力也非常强 比如在视频中问他 你看到什么 他说我看到橙色乒乓球 红色赛车玩具 白色的Hello Kitty娃娃 粉红色的笔记本 两个白色容器 一支红笔等等 它们都在桌面上 他还知道为了整理桌面 把这些需要分裂的东西 按玩具容器和文具容器啊 各归各处分别放置 这个功能和我们之前介绍过这款 Finger1机器人是差不多的 都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些动作 这说明这款S1机器人 它们已经对接了视觉大模型了 这应该得益于开源AI大模型的支持 但它也会做饭 像这个烹饪的过程中 撒颗盐都是小case 我抖几下 就完成了 这都是一倍元素视频 并没有加速 像这个领瓶盖 也是可以轻松搞定的 不管是开饮料瓶 还是类似啤酒瓶盖 或者是用开瓶器 打开红酒瓶盖子 都可以做到 打开以后它还知道晃淡几下 来给红酒巡行 以后干家务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 虽然这款机器人 它手指头并不是五指的 但是像这种运衣服 或者是蝶衣服 都可以做到 最重要的是它这个速度啊 虽然视频中没有进行加速 但可以看出来啊 能把整个过程做得如此流畅 应该还是非常强大 像之前很多的视频里 机器人的操作过程 是经过视频加速的 但这个却没有 同时它可以完成一些 简单的厨房工作 比如像这个给黄瓜去皮 或者通过切菜机 给红椒分段 煎锅 烤面包片 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而像这种比较精细的操作 就把插头插进插座里 摁开台灯按钮 也都能顺理完成 这个拿西线切的动作 稍微有点慢 但是还算可以啊 以后干家务都不用愁了 扔垃圾也是一扔一个准的 这个动作应该是事先计算好的 然后在这里有模有样的修板凳 磅磅几下 敲几下就搞定了 这个写毛笔字 模仿一个大师一样的 心诚爱字 一幅形书作品 就浑然天成了 动作行云流水 一气合成 在视频结果处 它放了一段模仿人的popping 也就是机械舞 觉得还是挺像的 Astrapboard这个名字 源自拉丁古艳语 AdAstrapboard 它的意思是创越苦旅 一大新城 所以给它起名为新城智能 新城智能的创始人名叫莱杰 他是来自腾讯机器人实验室的 一号员工 拥有16年的机器人开发经验 之前在百度担任过 小多机器人的开发 成任香港理工大学助理研究院 后来才加入俄厂的 创始人解释道 为了AI人工智能机器人 走进千家万户 可能还需要5到10年 才可以完成 最后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虽然这款机器人 它是来自中国的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 在国内B站上 还有微信视频 抖音上 几乎没有多少人关注 观看量跟国外视频频道相比 确实是少得可怜 大家看一下 那抖音上居然才这么点人观看 B站上也好不能拿下去去 总共才1万左右播放量 但在YouTube上 竟然是它发布的第一个视频 就已经达到40多万的播放量了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 多多关注一下 人的未来科技发展方面的知识